真的是啥? 我有生氣喔 拆個這個紙要拆多久 我覺得光是拆這個 就要拆到兩個情侶吵架了 欸 這個玫瑰香還蠻明顯的喔 它會在你吃下去的過程當中呢 一直有這個玫瑰的香氣慢慢的飄出來 雖然它看起來超級甜 但其實還好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玫瑰香的 沒有化工味 就真的很像是吃了一朵玫瑰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已經好久好久沒有開箱新品了 讓大家久等啦 這次要開箱新品呢 是肯德基為了七夕所推出的雙人套餐 浪漫來襲玫瑰巧克力翠雞 那如果大家還有點印象的話呢 其實肯德基在今年已經推出了一個 讓人非常害怕的套餐 巧克力炸雞套餐 當時開箱呢引發了非常非常多的反響 只不過呢我記得當時 我給那個巧克力炸雞的評價不太高 因為有點太甜膩了 那在這一次呢肯德基還進化了 他直接把巧克力呢 變成了粉紅白巧克力 其實我在開箱之前呢 已經有幾個朋友就是看到了新聞之後呢 就來問我說 這一次的炸雞你會開箱嗎 很想要看我開箱 我心裡想說 嗯通常會想要看我開箱呢 就是因為 不對他抱有期望 哈哈 那沒關係啦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套餐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好我們首先呢看到這個外帶 跟上一次情人節那個套餐好像是很類似的 就是以紅色跟白色來做一個搭配 那再來呢 上面可以看到這個浪漫禮盒 上一次我記得是銀色的一個LOVE的氣球 那這一次呢這個套餐也是520塊 真的是有點奢華啦 不過呢以兩個人如果情人節在家吃的話 520塊好像又還可以接受 我的價值觀應該還沒有壞掉吧 看一下吃的部分 哎呦哎呦喔蠻重的喔 這禮盒感覺分量是蠻夠的 我們來看一下內容物有什麼 登登登 裡面有兩個原味的炸雞 因為我在網路上訂購 它是可以選擇你要薄皮的 還是就是一般的那種炸雞 都可以 這是可以做選擇的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粉紅玫瑰巧克力炸雞 但它看起來沒有裹很多 有比上次好一點的感覺 感覺肯德基這次有稍微做一點調整喔 附上的話呢我是選了兩隻玉米 肯德基的玉米 讚 再來呢是四塊的上校雞塊 最後呢就是兩個原味蛋塔 我覺得這樣子的份量 以一男一女來吃的話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夠喔 沒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就馬上來吃吃看 今天的主角吧 這個呢看起來應該是大腿肉的部分 大概只有半面有這個玫瑰巧克力的醬 但是上面的這個玫瑰花瓣還蠻多的 不知道等等的玫瑰花瓣吃起來會不會有味道 雞腿的話呢我覺得塗的更少 然後聞起來的話 這個玫瑰香還蠻明顯的喔 好啦那我們就先來吃雞腿 好特別喔 其實不難吃耶 我覺得第一口吃下去呢 比上次的巧克力脆雞要好吃蠻多的 我覺得特別在於它有這個玫瑰的香氣 就減少了一個巧克力的甜膩的那種感覺 它會在你吃下去的過程當中呢 一直有這個玫瑰的香氣慢慢的飄出來 它就可以中和掉巧克力的味道 還蠻溫和的 然後它的皮的部分呢還有一點脆脆的 這應該是糖霜吧 雖然它看起來超級甜 但其實還好 再吃兩口看看會不會變得很膩 它的玫瑰花瓣真的不是做裝飾的耶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玫瑰香的 沒有化工味 就真的很像是吃了一朵玫瑰的感覺 然後它的在尾韻的部分呢會帶有一點點的辣 那最後呢就是吃到那個肉本質的味道 其實中和起來還蠻好吃的耶 這個依照這種甜的程度呢 兩隻吃完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嗯 真的不錯耶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應該是大腿的部分吧 因為這個部位呢其實它巧克力醬就比較多了 所以我也很好奇這樣吃起來會不會很膩 首先是這個部位呢肉比較乾一點 老實說還是雞腿比較好吃啦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肉紋理的部分呢 它明顯是比較乾的 然後巧克力的部分呢 雖然它在皮呢上面是幾乎已經鋪滿了 但怎麼可以這麼搭啊 這一次的改進我個人認為是非常成功的 就直接吃皮也好吃耶 而且我記得上一次的巧克力套餐裡面呢 它還有額外再附加一盒巧克力醬吧 那個時候呢你是完全用不到那個巧克力醬的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超級甜了 但是這一次呢我反而會想說 它怎麼沒有附贈那個巧克力醬 可惜 好了那吃完我們今天的這個重點炸雞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這一次的520套餐 附贈的這個浪漫禮盒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希望不要跟上次一樣耶 在那邊吹氣球吹得很累 登登登 嗯? 這是啥東西咧? 哎唷喂啊 這是啥? 炸雞手套啦 不是你們想像這個包裝 真的是嚇到我想說哇塞 現在這個雙人套餐 還附加了這個宵夜的部分是不是 一般的這個愛心氣球 一顆紅的一顆白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東西了 跟上次的氣球不一樣 嗯?這看起來很像是卡片紙耶 把它打開看一下 哦 這一次把它改成了掛牌啦 變成這樣子 哎這是什麼 這掛牌是蠻可愛的啦 到底要怎麼打開 它直接全部卡住耶 我很神氣喔 拆個這個紙要拆多久 我覺得光是拆這個 就要拆到兩個情侶吵架了 奉勸大家 對不對 真的拆不了就算了 登登登登 Varentine Day吧 還不錯啦 還蠻可愛的 算是還蠻有情調的 只不過呢 就跟上次一樣 嗯 這個東西加起來 520塊 有一點小貴 買個儀式感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以今天的這個玫瑰翠雞來說的話呢 還蠻讓我驚訝的 我覺得是超過8分的 大概有個8.4分吧 其實已經算是還蠻高的了 因為它的那個玫瑰真的太加分了 非常推薦如果之後肯德基 你還是想要繼續往巧克力這個方向發展 一定要再多加一些其他的配料 然後讓它的味道呢 會不只是有巧克力的這個味道而已 這次的味道 還有甜膩度 還有外觀上 都是加分的 比上次要好很多啦 所以如果呢 你上一次 有買過那個巧克力脆雞 這次不太敢買的話呢 再給它一個機會 整體來說沒有到非常非常的驚艷 可是呢如果只要想吃一個新鮮啊 或者是想要吃一個儀式感的話呢 那還ok啦 如果你是想要吃肯德基 當你的情人節大餐的話呢 買下去 試試看嘛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掰掰